坦白講第一個權責不在他 那第二個呢 當然我覺得這個可能也 對於比如說憲法所保障的 這個遊行的這個自由 可能也有愉悅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你要看他的 如果你要批評他 像陳其邁這一種 見縫插針型的 那當然你可以找出很多理由 去修理他 可是當現在高雄最需要的是 希望可以產業轉型 希望大家可以發財 可以賺錢的時候 你偏偏要用政治性 帶著有色的眼光 去看他這一段 那當然你可以無限上綱 所以你看好像你看 包含段儀康還有誰啊 管閉林 好像一隻惡狼你知道 看到一塊肉 對 見面心情 馬上撲過去你知道 惡虎什麼撲羊 惡狼撲羊 馬上就撲過去了 可是你不覺得好笑嗎 我們來檢視一下 你說獨裁說威權 我想要問一下段儀康委員 前幾年花蓮市長補選完之後 請問你說了什麼話 民進黨輸了花蓮市的市長 段儀康馬上跳出來說什麼 我無法假裝不比是花蓮市民 誰反民主誰是威權 不尊重選民決定 對 所以說我是覺得這樣子啦 選舉當然會有攻防 這是很正常的 可是你如果你要不斷的去扭曲 包含那個韓總上次在婦女人活動 講了那個賠稅說 那他們馬上以群起而攻之 說你這個什麼 連球影都出來了嘛 甚至把主詞跟動詞 被動跟主動通通什麼都扭曲了 變成好像你要讓你的老婆給韓國瑜去睡嗎 連這一種這麼粗俗的話都說得出來 對 也是聽上半嘛 然後下面其實韓總馬上有解釋 可是他們也是不聽嘛 對 沒有錯 換言之呢 就是說你在選舉的過程中 我坦白講 當然我在這裡也要建議這個韓總 就是說怎麼講話 讓大家不要有見縫插聲的機會 把話講得更妥適 那當然更好 可是呢我也要奉獻民進黨 如果你always用這樣的角度 用這樣有色的眼光來看 那韓國瑜不管講什麼 都會成為你批評的對象 如果這樣的話就跟韓總講的一樣 如果他這樣他道歉道不完了啦 可是最重點是什麼 高雄人要拚經濟 這個決心 我想韓國瑜是不會放棄的